各位朋友大家好,過去這幾天香港的局勢是越來越緊張了 黑雲壓成成欲吹,本來民政早就申請了8月31號要進行大遊行 但是這個申請被香港警方否決了,民政現在雖然已經撤回了遊行的申請 但是問題是香港的民眾會不會就此罷休 大家要知道在香港有一個觀念是深入人心的 那就是公民抗命的觀念,公民抗命的意思就是說 當法律本身是邪惡的時候,當執法是不公正的時候 公民有權力甚至是有義務站出來進行反抗 那即使是違法,觸犯惡法也要反抗,即使是坐牢也在所不惜 公民抗命的這個觀念在2014年的戰中運動當中就已經相當普及了 那麼這一次香港人會不會因為警方不批准遊行 大家怕違法就不去遊行了呢?我看不會 所以很多人都在關心8月31號這一天香港會發生什麼事情 也就是香港的今天會發生什麼?8月31號之後 香港的反送中走向何方? 那現在我就來跟大家探討一下這些大家所關心的問題 我們先來看一看中共和他的傀儡林鄭月娥政權 他們會採取什麼樣的措施?有幾件事情必須得考慮到的 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兩天之前 中共已經從海、陸、空三個方向向香港派兵了 雖然中共說這只是駐港部隊的正常的換防的行動 但是大家看見了軍隊只有進來的沒有出去的 所以這不是換防而是征派兵力 增加的人數據估計有4000到5000人這麼多 還有一些軍事專家他們分析說這一次征派的 並不是解放軍而是武警部隊 因為他們沒有攜帶野戰部隊所必備的那些裝備 比如說火炮、導彈 所以這些人他只是武警 武警的戰鬥力跟解放軍 正規這個野戰軍那是不一樣的 用處不一樣 第二件事情就是中共內部傳出消息 說習近平在內部會議上指示了 香港問題要由香港政府來解決 不給中央增添壓力 他們為什麼要傳遞這麼一個信息呢? 那第三件事情就是中共喉舌媒體環球時報 在社論當中公開表態了 說香港不能搞一國一制 要維持一國兩制 才能保證香港的社會秩序和經濟地位 那從中共的這些動作看起來 現階段他們還真的不想公開的拋棄一國兩制 還想給外界一種假象 就是今後香港所發生的事情 都是由特區政府決定的 希望國際社會不要把壓力放在中共頭上 那麼他們有這種想法 這種顧慮 那也就表明在現階段 他們還不會用軍隊來進行大鎮壓 不會製造第二個六四慘案 那麼他們為什麼要調集軍隊來進入香港呢? 主要的目的在於恐嚇,恐嚇香港人 不要大規模的遊行示威了 尤其是恐嚇那些勇武派年輕人 讓他們不敢行動 甚至是逼他們逃亡到海外 跑的人越多,中共的壓力就越小 所以說現在他們調集軍隊 不是要來打仗的,主要是要來打心理戰的 當然了,他們也沒有排除使用這一部分武力的可能性 如果香港警方不能夠單獨的平息這場運動 那麼中共也會用這批武警來協助香港警方 比如說在街頭衝擊遊行示威的人群 或者是四處去抓捕那些遊行示威的組織者 那麼這次中共向香港征派武警而不是解放軍 這就是因為武警經常參與鎮壓內地的維權運動 他們有經驗善於運用低烈度的武裝力量 來鎮壓街頭抗議 而解放軍他們在這方面是沒有經驗的 解放軍是野戰部隊,他們一出動就會造成大規模的傷亡 就會造成第二個六四事件 就會引起國際社會的強烈的反彈 那麼反而就會危及到中共的統治 中共雖然現在還不敢動用軍隊來進行大屠殺 但是他們非常急切地想要平息這場運動 因為中共篡政70周年的大慶快到了 如果是在他們大慶之前這場運動還沒有被平息 那麼就會極大的損害了習近平當局的權威 習近平當局已經把所有的事情都辦砸了 比如說中美關係他們搞砸了,貿易戰現在打起來了不可開交 經濟狀況也是越來越差了,國內的老百姓的不滿情緒越來越嚴重了 現在送中條例又把香港人的反抗情緒給點燃了 中共黨內的很多的派系對習近平那意見是非常的大 已經是忍無可忍了,如果他在70周年大慶之前 還不能搞定香港的反送中運動 那就是他在告訴全世界用實際行動在昭告天下 他是無能之輩,掌握著整個國家的資源和力量 都戰勝不了一個城市的反對派 那你哪裡還有資格再來領導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呢? 如果是10月1號香港人還在繼續上街遊行 大規模的遊行那麼很快,習近平就會受到來自於體制內的挑戰 很快中共內鬥就會公開化,而且內鬥的雙方為了取勝 有時候還不得不藉助於民間的力量來打倒敘手 民間的抗爭就會風起雲湧 那個時候中共整個體制就危險了,末日就寧靜了 很多人說中共會從內部瓦解 意思就是說你內鬥激烈的時候 各種反抗力量就有機會爆發出來 最後就會把整個體制給摧毀 所以說習近平當局現在是非常的危急了 不能再等了,時間已經不多了 他們必須一定會很快動手,那麼怎麼動手呢? 一方面就是公開的調集軍隊用武力來恐嚇普通民眾 減小抗爭陣營的這個規模 另外一方面就是用香港警察大肆地搜捕反對派的骨幹 讓反對派失去組織者和動員者 他們認為這麼兩面夾擊就可以平息這場運動 大家可以看到林鄭月娥過去這三個月 態度是一直在變化的,在六月中旬的時候 當她看到一百萬人,兩百萬人走上街頭的時候 她還會道歉,還會說送中條例,授中正寢 到了七月份,中共那個時候沒有決定到底怎麼辦 林鄭月娥就只能是故意的拖延、敷衍 到了八月份,中共這個已經決定了 林鄭月娥就逐漸強硬起來了 她公開的說不接受五大訴求 前天她就說要用緊急法來自暴止亂 態度是越來越囂張了 這就表明習近平當局現在已經下定決心了 絕對不向香港人讓步,用強力來進行鎮壓 組織下定了決心,奴才才敢公開的表態 到8月31號這一天會出現什麼情況呢? 如果是有人上街,反送中的士氣 如果是沒有人上街,反送中的士氣就會受到打擊 那林鄭月娥就勝了,她就會高興了,習近平也會高興了 這就說明他們的恐嚇策略起到作用了 但是我相信這種情況不可能發生,發生的可能性非常小 那麼另外一種可能性比較大一點的就是 有些人上街,但是人數不如以前那麼多 在這種情況下,香港當局就會派出大量的警察 去攔截這些遊行的人,驅散這些遊行的人 逮捕那些拒絕撤退的示威者 在這種情況下林鄭月娥也算是小勝 那麼還有一種情況就是參加遊行的人非常的多 像以前一樣幾十萬上百萬甚至更多 這個時候香港警察他根本不敢進行鎮壓,也鎮壓不了 他們就只能在遊行結束之後去抓捕那些組織者 比如說逮捕民政的幾個負責人 逮捕民政裡面那51個組織的負責人 或者是逮捕一些知名的反對派的這些人士 比如說像什麼黎智英、何俊仁、李卓仁等等這些人 他們想這種辦法,用這種辦法引起反對派內部成員的恐慌 然後恐慌之後讓大家紛紛逃亡海外 這樣反抗陣營的力量就被削弱了 多搞幾次這樣的大逮捕,讓反抗陣營一步一步的削弱下去 那麼到了10月1號香港只要不出現大規模的遊行示威 習近平在北京的閱兵他就能夠順利進行了 他就不用擔驚受怕了,他們就算是贏了 那為了達到這種目的,他們極有可能在8月31號之後 就實行緊急法,按照現行的法律,香港警方抓再多的人 都不會有用的,因為司法現在還是獨立的 警方在前面抓人了,法官就在後面放人 所以林鄭月娥她非常需要緊急法 用這個緊急法實際上就等於是戒嚴 實行緊急法之後不用法官的批示 警察可以隨便抓人,可以越來抓多久,抓多久 他還可以管制媒體,他可以用媒體來抹黑反送中運動 他還可以管制通訊,他可以讓禁止大家使用Telegram 我們大陸人叫做電報,這是香港很多反對派 用這個來組織活動的,今後他們就可以禁用電報 那麼他還可以沒收個人和企業的財產 他會用這個條款來威脅那些企業家 讓他們禁止員工去參加示威遊行 那今後一個月他們可能會採取很多很多的措施 來壓制反對派運動 但是香港的反對派會不會屈服呢?一定不會 因為只要這次屈服了,香港人就徹底失去自由了 反對派無路可退,只能抗爭到底 而且香港反對派也有進行抗爭的力量 他們有大多數香港市民的支持 有全世界的輿論的支持,在這場政治對壘當中 只要策略運用得到,香港反對派完全可以取勝 在過去三個月當中,香港的反對派已經展示了非常高超的政治策略和鬥爭技巧 我相信今後他們還會展示更大的能力,更多的策略 比如說這次831民政的遊行是取消了 但是香港各個社區的反對派可以分頭行動 可以在各個社區舉行快散活動 讓行動遍地開花,讓警察根本來不及反應 即使是林鄭宣布實行緊急法 即使是中共派出更多的武警 甚至是將來中共動用機槍坦克反對派照樣能夠破解他們的這些措施 那我來給大家介紹一下80年代波蘭的經驗 現在的香港局勢跟80年代,上個世紀80年代波蘭的局勢非常的相似 80年代的波蘭,外有蘇聯大兵壓境 內有波蘭統一工人黨這個傀儡政權 蘇聯軍隊曾經三次歷史上鎮壓波蘭人的反抗 屠殺了很多波蘭的這些反抗者,但是呢 波蘭反對派也有他們的優勢 就是波蘭民眾齊行合力 而且他們也得到了國際輿論的支持 在過去他們抗議是走上街頭,結果幾次都遭到了屠殺 80年這一次當反對派運動,再一次的風起雲湧的時候 他們就改變了這個策略,這一次他們不上街了 他們關起門來搞組織,他們重點是搞組織 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面,他們把團結工會發展到了一千萬人 當時全國只有四千萬人,四分之一的人口加入了團結工會 他們把這個組織發展到各個工廠,各個商店,各個社區 組織無所不在,全國的反對派都被凝聚到一起了 凝聚到一起之後即使是不上街遊行示威了 他們也可以搞各種各樣的抗議活動 他們還出版各種各樣的康務,地下康務 在全國各地流傳這些康務 他們還在國際媒體上不斷地發出聲音 引起全世界的關注和支持 當然了,蘇聯和波蘭的傀儡政權他們也不是吃素的 他們很快就逮捕了一萬多名團結工會的幹部 但是沒用,因為當一個組織發展到這樣的規模的時候 人們已經不怕坐牢了,坐牢甚至是被當作一種榮譽 一個領導者被抓了,後面很多人搶著去填補他這個位置 運動的領導者不害怕坐牢 而是害怕坐牢以後後繼無人,運動徹底失敗 當領導者看到他被捕之後運動還在蓬勃發展 人越來越多,即使他被關在監獄裡面 他也是鬥志昂揚,反抗運動發展到這個階段 那就是已經立於不敗之地了 當自己的陣營立於不敗之地的時候 那就只等著對方敵對陣營發生變化 等到敵對陣營出現弱點的時候 那就可以強力出擊,把他們一舉擊潰 這就是孫子兵法上面說的 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 等到八十年代後期果然蘇聯陣營內部出現了分裂 八九年波蘭團結工會再一次出擊 發動全國總罷工,迫使傀儡政權下台了 同時他也引發了整個蘇聯陣營的崩潰 那現在香港和當年波蘭非常相似 外有中共大兵壓境,內有林鄭傀儡政權 而香港的反對派也和波蘭的反對派一樣 非常得民心,老百姓非常團結萬眾一心 香港的反對派的抗爭經驗和策略 甚至是超過了當年波蘭的反對派 所以說我相信香港一定能夠贏 我也相信隨著時局的變化,香港的反對派 他們的策略也會不斷地演變 如果林鄭月娥宣布實行緊急法 那麼香港只需要進一步的加強組織化 就像八十年代波蘭反對派那樣 把各個社區都組織起來建立反送中組織 這樣好多團隊都有能力在社區組織活動 同時又能通過民政或者是其他的類似的平台聯合起來 組織全香港規模的大型的抗議活動 那麼反送中運動就被撲滅不了,就一定會堅持下去 就一定能夠看到中共內部四分五裂 看到大陸民眾群起抗爭,看到大陸和香港最終走向民主 好的,今天我就講到這裡 同意我觀點的朋友請點贊,還沒有訂閱的朋友請訂閱 也希望大家一起來討論,一起為香港加油 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下次再見 在離開之前我還要播一個小廣告,就是明天 溫哥華時間的明天8月31號,溫哥華支聯會 要組織一次支援香港的示威集會 地點是在溫哥華當趟的圖書館門廣場 時間是明天下午2點,8月31號下午2點 希望在大溫地區的朋友踴躍參加,支持香港人人有責 今天講到這裡,謝謝大家,下次再見